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自由潜水阵兆中最普及的AIDA系统按照明文规定想拿到第二级合格阵兆必须能避气两分钟平前40公尺或下潜12到20米的距离 这样违反身体本能的作为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致命危机 所以自由潜水也被列为世界极限运动之一 目前在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尝试自由潜水 竞技方面台湾选手也屡屡出现在国际镜头前成绩亮眼 但自由潜水真的那么危险吗 需要经过哪些专业训练遵守何种安全规范呢 前进深蓝大海 屏息的极限 来看我们的深入报道 自由潜水是人类开始的状态很类似 其实都是在妈妈的羊水里面嘛 当一个运动你把它做到极限的时候 它都会有风险 你有安全概念的话 它就是一项安全的运动 国际赛是有越来越多台湾的选手 蛮值得骄傲的啦 自由潜水玩家 一个公升垂直下潜深蓝大海 它们身上除了面镜和长蛙鞋 没有其他装备 在海中悠游自在的模样 就像是美人鱼一般 也有自前玩家 特别穿上人鱼装扮在水里游动 真的化身一条美丽人鱼 穿上彩色鱼尾 自前玩家无论男女 在水中360度转圈涂气泡 几乎像是不需要呼吸 仿佛就是来自大海 这是最近几年 在台湾新兴的水上运动 自由潜水 上午9点 教练带着学生到基隆朝静公园海边 要进行第一次的海洋实习训练 现在学员们真的要在大海中 闭住呼吸直接下潜 到达练习定点 教练下潜到海底把扶球固定 什么地方是5米 刚才讲的5米 攀绳 所以头下的一段攀绳 我先示范大家看一下 下水前教练每个步骤仔细确认 每次学员练习下潜 教练也都会跟在旁借呼 自由潜水这项运动的特色呢 他就是必须得要一口气潜入海底 不过有些人为了想要多看海底的美景 多几秒钟 再加上大海的不确定性 让这项运动能被列为是 世界上极限运动之一 不论你想多看鸡眼 海中美景或鱼群 还是在泳池化身人鱼 摆出更多pose拍美照 都取决你 难辟棄多久 所以要到开放水域训练前 得先要在泳池做平静水域的训练 适应水性 在进入到五米深的训练泳池前 之前教练Joina 不只再三确认学员动作 有没有做确实 也不断向学员强调 安全观念 对 就是做的时候捏着鼻子 确实的捏着 哇 干嘛 这个是安全绳 那我们下潜的人 就会先带 把安全绳先带好 所以我们的距离就只有这样 距离浮球 我们最远就只能这样子 OK吗 所以这样子是非常安全 这个很重要 我们去海域去训练也好 就记得要带一个安全绳 自由潜水的魅力 不只吸引台湾人 连在台湾生活的韩国籍学员 还有刚来台湾旅游 一个月的美国籍学员 也找上Joina 学自由潜水 坦白说 我一直都喜欢水 所以我自由潜水 是一种自然的运动 从学习在海域 你学习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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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地乱 你学习 o出口 你学习放松 你直到食谈 五、大十位 可以學到你做什麼事 之前你做什麼事 目前世界各國最常見的自由潛水教學系統 是創立於法國的AIDA系統 分成四個等級 每個等級要求的門檻都不同 最初階的入門課能平游100米 或能下潛5米就合格 等級2的證照是基礎理論課為主 而且必須安全下潛12到20米深的水裡 靜態避器2分鐘 動態平潛40米 以及5到10米水中的救援能力 第三階段靜態避器時間更長 平潛要55米 同時要能下潛到28米 最後一個等級是禁忌自由潛水課程 避器和平潛的能力都要更好之外 下潛最深可以到40米 此外還需要具備兩年內完成通過 急救和CPR的培訓 但潛水意外每到夏天就會發生 尤其2023年5月 離島小琉球就有兩名自由潛水玩家 不幸溺斃 安全的觀念一定要被提升 因為自由潛水當學生學完之後 他們就是出去潛 可是有時候就不會看風浪的狀況 或流向大潮小潮這些細節 結果就比較容易發生問題 尤其即使我是教練 我去離島去綠島蘭嶼淺 我也會找島淺 為什麼 因為你對當地的環境其實不太熟 要確保安全觀念 深植在自由潛水學員心中 每一位自潛教練 在讓學員體會自由潛水的魅力之前 理論課至關重要 一般來講理論課我們可能會花三到四個小時 在初階埃打二的課程 對 然後平靜水域的話 也是大概會有三到四個小時 就是在教室還有泳池先把一些基礎的概念 然後動作的基礎 對 做有一個樣子之後才會去海訓 安全就是你不能夠獨潛 你不能夠獨自一個人在泳池 或者在海裡就是去潛水 尤其是初學者一開始一定要有一個潛伴 一旦下海它有一定的風險性 它只要你有安全概念的話 它就是一項安全的運動 畢竟自由潛水必須刻意忍住不呼吸 這樣違反身體本能的行為 一不注意 就會致命 介紹另外一個不安全的呼吸方法 叫做超呼吸 醫學上叫做過度換氣 在自由潛水裡面是絕對絕對不能做的 做的話你可能會有危險 身體可能會有頭暈頭重的感覺 太陽穴跳 嘴唇臉皮發麻 甚至到口齒不清 LMT就是Lost of Mortal Control 全民運動控制士林俗稱森巴 因為它發生的時候你身體會顫抖 面目扭曲 目光幻散 臉色蒼白 還可能同時思維混亂 口齒不清或是反應遲鈍等等 開始閉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開始閉氣 閉到這裡 就BO了 BO之前你的身體是不會有任何警訓的 Blackout的檢血 這個所謂的黑市症 因為你的氧氣不足 那大腦為了能夠保護你身體 所以它自動斷電 我們就是一直很追求著 要不呼吸 所以你又在水裡面昏倒 所以你在水裡面就會沒有呼吸 也有人發現自己想呼吸 克服不了呼吸渴望時 就會拼了命想出水面 這時候也有一個致命的危機 潛水昏迷 所以教練才會要求學員 一定要有前半 除了在下潛時介護外 也能夠提醒對方浮出水面時 要恢復呼吸 已經6分20秒了 我們再10秒就好了 10 9 8 7 6 5 4 來 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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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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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為長時間閉氣 會影響正常生理反應 我們每一次下潛完 上岸 上來到水面的時候 你都一定要做 恢復呼吸的動作 像這樣 我們都會提醒學生 只要有人從你旁邊浮上來 你一定要眼睛這樣盯著他 然後跟他說 恢復呼吸 然後看到他確定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都會做一個 意識確認說OK 對之前教練來說 學生的生命安全 最為重要 大家對於自由潛水 你會想到是一個極限的運動 當一個運動 你把它做到極限的時候 它都會有風險 但在我們自由潛水的課程裡面 其實它有一個界定的範圍 大部分人對誤解的時候 就會覺得 自由潛水很可怕很害怕 但是我們不會讓學生 去做到它極限的那個程度 這個危險的程度取決於 你大概在水下待多久 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要 自己能夠控制的事情 其實自由潛水是人類求生本能 最原始的潛水方式 自由潛水其實當然跟就是人類 就是最一開始的狀態很類似 我們一開始都是在媽媽的羊水裡面 一口氣 然後做壁氣下潛的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稱之為自由潛水 不論在希臘或者是在韓國日本 台灣甚至也有所謂海女的文化 或者是一些魚獵的文化 那都是自由潛水的方式 其實自由潛水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同一詞是放鬆 然後對自己的身體有足夠的認識的話 其實你的害怕就會少一點 能充分了解身體特質 也能意識到潛在的危機 在享受過休閒潛水之後 有些人會選擇挑戰自我 即將代表台灣參加2023年 挨打世界自由潛水減標賽的選手 賽前一如往常到泳池訓練 對選手來說 唯一目標就是希望盡可能讓費 並充滿空氣爭取更多閉氣時間 因此選手們會訓練一種方式 打包空氣 Hacking有不一樣的方式 有的人會像是吃空氣 就是這樣吃 然後有的人是像吸麵 就是這樣吸 4 5 6 7 8 其實很多自由潛水的運動員 在進階的 如果你調到Level4的話 它會講一些瑜伽的調息法 放鬆 以及我剛剛在潛水之前的暖身法調味 讓你的呼吸機放鬆 在閉氣的時候會有呼吸的慾望 接下來你繼續閉 二氧化碳的增加會造成你橫隔膜的抽動 這個就是我們呼吸機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乾式的練習 也是不下水在路上的練習 我們很大部分的時間在於 去鍛鍊我們的呼吸機的柔韌性 2022年世界自由潛水深度錦標賽 有撲橫重下潛中 自前好手古雲傑 再以105公尺拿下鷹牌 讓台灣正上國際舞台 我們選手的素質上其實都非常強 台灣算是自由潛水這個運動經濟項目 蠻優勢的國家 一方面我們地理上的優勢很好 二方面我們學的人口很多 自由潛水政教教育的市場上 我們是全世界第二大市場 大家好我是楊潔明 我是宇芳 我是老鄉 我叫張凱翔 我是董家軍 我是裕榮 我當自由潛水教練一年半 這一次會代表台灣參加 埃達泳池世界錦標賽 主攻的項目會是靜態碧氣跟無譜 比靜態碧氣、動態頻淺、雙譜跟單譜的項目 來自台灣各地的刺錢好手 代表台灣朝極限前進希望流民國際 台灣被蔚藍大海圍繞身為島國子民 如何和海洋共榮共存 這堂課我們還要持續謙卑學習 人魚不只是人魚 人魚是一個生活上的藝術 接觸之前之後找回自己的自信 甚至是現在也找到自己的舞台 就是在水下跳舞 學習這個潛水過程裡面療癒到自己 這個對我來說是更有成就感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人愛上自由潛水 更渴望擁抱海洋 享受大海的寧靜與遼闊 像是來自香港的自錢教練Joanna 為了自由潛水 放棄在美國矽谷的行銷主管工作 來到台灣幾乎前遍所有潛點 更考取教練證照 打造自己的潛水教室 而曾經是舞者的張鈺仙 在人生的低潮 接觸了自由潛水 讓他重獲新生 也找到新的舞台 從小夢想當美人魚的楊心源 則是一所創立人魚藝術學院 透過人魚表演 傳遞海洋保密的觀念 從小我就很喜歡水上的活動 我小時候會幻想自己是人魚 人魚不只是人魚 人魚是一個生活上的藝術 在水裡面找到舞台 下去的過程是一面鏡子 你會很清楚地看見自己的樣貌 來台灣的目的要靠近海洋 在城市裡面找到海洋生活的那種感覺 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自由潛水 人魚的話其實是從小我就很喜歡的一個水上的活動 我小時候會幻想自己是人魚 人魚的話其實是從小我就很喜歡的一個水上的活動 流暢的身體律動 穿上紫紅色魚尾的楊心源 讓小時候的幻想成真 化身美麗人魚 人魚其實我們都看到漂亮的尾巴 漂亮的尾巴裡面除了美之外 我們還需要有動力 所以人魚在水裡的話是一個利於美的動作 2016年他第一次接觸自由潛水 也有了第一度的人魚體驗 台灣連治潛都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有一些治潛的教練 他們想要就是吸引學生去玩治潛 他們都開了一個人魚體驗課程 第一次在水裡穿上我的魚尾巴 想像自己就是真的是人魚那樣子在游動 楊心源成功讓美人魚走出童話 在大海裡悠悠 更親手縫製一席 宛如浪漫白沙的人魚尾巴取名沙羅 象徵海底世界的美麗與哀愁 用家裡的窗簾 做了自己的第一個魚尾巴 然後很快樂的就在水裡就自己玩了起來 那時候台灣還沒有其他的一個 比如說人魚的教學 甚至連人魚都非常少 楊心源有個念頭 他想實現更多女孩的人魚夢 我也是水肺教練 所以我知道在教學的這個部分的話 跟你自己玩其實差異非常大的 需要有一個有系統的一個教學 先教他們比如說核心的知識 然後比如說在水裡的話 你怎樣去律動去擺動 怎樣去做到放鬆 你才能夠安全然後遊得漂亮 在水裡展現說人魚的一個姿勢出來 所以我後來就成立一個人魚藝術學院 胸這條都要抬起來 然後心機的拉卡 油轉過來 我們人魚最主要是雲尾 人魚跟智潛是相輔相成的 人魚的話其實有不同的階段 在基礎的階段的話 我們會教你怎麼樣去遊動 在就是一般的泳池 你踩著到底的地方 在水裡你有一定的動力 或是在水裡的話 你要怎麼做自救 成立人魚學院兩年內 他孕育出超過一百位的人魚學生 人魚不只是人魚 人魚是一個生活上的藝術 在水裡我們要悠悠自在 並不是說我一下了水 我馬上換了一個人 我就可以變成這樣 你要在所有的生活當中 都做到這樣像人魚的一個心態 上了岸我們一樣要做到美姿美姨 平常我們就要做一些 比如說跳舞啊什麼 去增進我們的一些肢體的活動 讓你下了水才能夠 馬上變成一條漂亮的人魚 對 它做了一種 都是要完全像天的床鋪去做 現在他更帶著一群美人魚們 在基隆海科館固定表演 儘管場地簡陋 阻擋不了他們 想傳遞的海洋環保觀念 環保就是重視我們的環境 自己美之外 我們環境要美 還有一個是安全的部分 這也是我非常注重的地方 我是丁丁 接著場控 如果待會兒你們有道具 突然間找不到啊 突然不見 或是拿不出來卡住 不要緊張 你就是下去跟你的夥伴合作就好 無論上課教學 練習下水 還是在海中 楊欣源一定會安排 介護人員和長控教練 人魚長控 他會去看所有的人事實地物 然後注意水裡的狀況 然後跟外面的主持去做接洽 然後適時的下達命令 好 前方準備好了嗎 好了 準備好了嗎 加油 好 三 二 一 走 表演的時候大家都是穿著魚尾巴 在水裡游 那如果說發生什麼事的話 我們需要有一個雙鋪的一個介護 隨時支援我們 我已經第三年來這邊做表演了 就是這個演出讓我覺得很有意義 是我們可以從就是現在的下一代開始做起 從頭開始做腳步 然後還聽到小朋友說 媽媽妳不要拿吸管 我們就會覺得 哇 我剛剛的冷道或是任何的累道 很喘那個犧牲 我都會覺得很有意義 可以這樣美美的下去做這個人魚的運動 然後又可以讓小朋友這麼開心 我覺得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平日裡的楊心源是藥品公司法規經理 一到晚上或假日 他就變身人魚教練 不只讓人魚優美 他也希望透過教學理念 讓大海環境變得更美 留下更多浪漫人魚畫面 穿上華麗魚尾 口吐氣泡 誰說只有女孩才能當美人魚 在水裡悠悠自在 輕鬆自如 猶如大海來的海王子 不到三十歲的張藝仙 已經是自己的教練 從學潛水到教練 其實我很幸運 大概只花七八個月 那個時期 台灣並沒有太多資源 那個時候台灣的教練可能只有五六個 我算是蠻有天分 不過當初接觸自由潛水 張藝仙正經歷人聲低估 然後我就搜尋自由潛水 然後我就被那個標題給吸引 自由潛水 世界第二大危險的運動 我就覺得這好適合我 如果我不然死在海裡 那應該有多浪漫 就我那個時候還在 尋死的階段 高中開始學舞 卻因為大學異常意外 腳踝受傷 對舞蹈失去希望 然後殊不知跳海之後 我覺得大海給我很多的力量 然後甚至是我發現了我 異常的天分 就像平鴨這些 接觸之前之後 得到很多人的關注 找回自己的自信 甚至是現在也找到自己的舞台 就是在水下跳 我第一部作品叫做《Rebone》 那支故事就是在講我從陸地上跳舞 跌倒之後 同身到水裡面 結果我在水裡面重生 以前不能跳的東西現在 在水裡面可以跳 因為沒有重力 所以我的腳踝現在是可以負擔的 水下我們還有浮力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更多更 輕鬆的漂浮在空中 或停留的這個動作 對然後可以呈現更多 不一樣的角度 喜歡舞台我才當舞者嘛 那後來也在水裡面找到舞台 張藝仙更讓自己站上國際舞台 目前在自由潛水全能項目中 排名世界第12名 這一切都源自於他不服輸 想突破自己極限的個性 那時候考教練差不多要10萬塊錢 然後身上可能只剩五六千塊 我借了整整10萬去菲律賓考試 那時候台灣還沒有人可以教教練班 我一去菲律賓沒多久就摔車 所以我現在腳踝有一個 那時候見骨的傷 然後我帶著這個傷考完教練的 我一直很努力 我不喜歡自己放棄 現在他不只是之前教練選手 他也在今年3月遠赴義大利 拍出一系列絕美人魚招 挑了一個人最少的時段 就是凌晨5點多 然後所以超級冷 氣溫有10度而已 然後還要假裝很淡定這樣 做人魚表演對我來說最大的目的是 我想要讓更多人對海有興趣 因為唯有你真的進入到海裡面之後 才會看見海有多漂亮 跟因為你喜歡它 你才會想要保護它 如果說自由潛水 是享受沒有重力的靈魂跳遠 張藝先生在自由潛水過程中 或許是更清楚看見自己的靈魂 自由潛水其實是一個很孤寂的一件事情 在下去的過程是一面鏡子 你要練習著平淡 一點涟漪都會讓自己變得很模糊跟醜陋 對 只要你很平靜 那個感覺就會很好 你會很清楚的看見自己的樣貌 可愛 你聽到那個唱歌嗎 對 2022年 Joanna在東加王國之前時 看見大吃驚母子出現時的場景 語氣中依然充滿興奮的心情 寶寶跟媽媽 她突然轉向就靠過來我這邊 我就嚇死我了 2015年 來自香港的Joanna到台灣定居 原本來台灣本來的目的就是要靠近海洋 我2015年來 然後2019是4年 我的環境對了 那我方向為什麼好像就被牽著走了 她重新調整步伐 找回自己的初衷 考上自遣教練證照交錢稅 往前都是一起下去就會錄到 2019年的時候開始已經 就是在想說要不要考教練 然後後來那個時候覺得說差不多 就考教練吧這樣子 她也漸漸體會自由潛水和瑜伽 都是在學習放鬆和尋找平靜的過程 而且調習或律動方式也都息息相關 其實每一次要準備一下一個深度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調整的是 除了自己的呼吸以外 還有就是自己的那個心情跟情緒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在瑜伽裡面 或是在自由潛水裡面 在享受那一前或是那一次的練習 你必須要在那個當下 真正的自由是在屏息之間 透過自由潛水與瑜伽 我們學習如何活在當下 這是她對自由潛水的定義和詮釋 每一次下潛都是一次靈魂解放 在那個時刻底下 你所做的任何動作都會順著 當下水的感覺 或者是你身體的反應 來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環繞在就是 Soul Free跟自由潛水 教學 我自己的訓練 瑜伽 或是我學習的東西 我創辦這個工作室 其實是我的人生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Joanna曾經在美國加州矽谷知名公司 從事行銷工作 在美國多才多姿的生活 都不敵台灣這塊小島的吸引力 來到台灣的前三年 熱愛大海的她幾乎前遍了台灣前點 東北角 綠島 墾丁 小琉球 澎湖 基隆雨 灰山島 蘭嶼是真的很美 我記得我們第一年去的時候 那一年去了三次 巴大灣 後來變成是你去蘭嶼的 自由潛水的話 還是就是一定要去的一個 一個點 這張她在綠島鋼鐵交的照片 讓台灣紅到國際 知名蛙鞋品牌 日本沖繩自由潛水學校 和各國媒體 也紛紛在網路社群分享 全部都把我的照片 就是PO在她們的那個 挖斜的那個 IG的那個帳號上面 這樣子 分享這個自由潛水那種 她的喜悅跟她的靈靜 熱愛潛水的Joanna 把瑜伽動作融入字前裡 在夏威夷留下這張 動作唯美的經典照片 這個動作叫舞王 然後我就覺得說 可以應用在水裡 坦白說因為只有一次機會 然後我們切了一個小時 無重量的漂浮上來的那個水面 就特別 喔好浪漫喔 在城市裡面 找到海洋生活的那個感覺 自由潛水是讓 學生們看見自己 學習自由潛水過程裡面 療癒到自己 這個對我來說是更有成就感 在水下的秉習 是他們深深愛上自由潛水的 浪漫時刻 好的 歡迎小阿諾老師 推了快十年了 可以說是很固執吧 他覺得對的事情 他就要一直做下去 那時候我也不會 我就跟著孩子一起學 現在講的阿甘精神 我就用我的腳 環島推廣花式足球 歡迎和我一起來 體驗花式足球的美好吧 歡迎回到華式新聞雜誌 您聽過花式足球嗎 足球運動除了競技比賽 還能以滇球和小範圍控球 搭配花俏步伐 展現個人技巧 這樣的玩法稱為花式足球 2013年國小老師吳哲明 在當時任教的彰化鼎莊國小 和同學一起展開花式足球的探索學習歷程 大家都稱呼他小阿諾老師 不只在任教學校教學 多年來小阿諾也利用寒暑期間四度環島 總計造訪過21所學校分享這項運動 如今他回到故鄉高雄 在新唐國小繼續帶著孩子們 透過不斷練習 培養自信 也勇敢站上表演舞台 腳移動起來帶您認識 這位長期投入花式足球運動 十年如一日的國小老師吳哲明 年少輕狂會覺得 我想要把孩子推到世界的舞台去 就是不能放棄 放棄就沒了 阿甘精神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我就會用我的腳 環島推廣花式足球 因為我在國小階段我的成績是後25% 學習低成就的孩子 但我覺得他們不應該被放棄 他們只是還沒有找到自己的量 哈囉 我是小阿諾老師 歡迎和我一起來體驗 花式足球的美好吧 GO Closover 肩膀停球 好 撞球 拉球 吳哲明在國小教書 大家都稱他為小阿諾老師 2013年 他在當時任教的彰化鼎莊國小 無意間接觸了花式足球 從此成為這項運動的超級愛好者 起源於南美洲的花式足球 是一種充分展現個人技巧的足球玩法 當年他跟著學生從零開始 十年熟一日日復一日請假練習 那時候怎麼跟同學介紹花式足球的 就直接做給他們看啊 這樣在裡面 這樣調對不對 噴球了 會兩個極端啊 會想練的就會想練啊 不想練的就是你怎麼樣 利誘他 他都不會想練 推了快十年了吧 應該幾年十年了 大概歷屆以來 有兩個持續練我就覺得賺到了 就是我都跟他們講像走路一樣啊 只有動膝關節而已很像在走路 我開始練還練到韌帶拉傷耶 就是會用蠻力 可是他不能用蠻力 他是要膝蓋放得很鬆 戴起來之後繞過兩圈再接到球 這樣子 就是剛離開頂章還在彰化那時候 會有那種挫折感 會覺得為什麼一直推不起來 因為那時候會年輕嘛 然後就會比較年少輕狂 會覺得我想要把孩子推到世界的舞台去 對 然後會覺得說希望可以幫助他們 走出去台灣 然後看到世界 可是後來我會覺得 這個好像 太 太自大了 我後來想法就是覺得 就是把這個運動分享給孩子 拉球齁 拉起來 彈地 一 二 三 夾著 你的測驗項目就這樣子而已 最後一分鐘喔 準備測驗了 過關 好 利用午休或是週三放學後的時間 他們齊聚在校園裡的大榮樹下 從不斷失敗中 重新找到練習的節奏 共苦花式足球動感之急 2006 LTW 看看你們能不能今天衝出來 五年級的林品硯 綽號2006 因為他曾經創下腳背挑球的最高紀錄 2006下 他從三年級跟著小阿諾展開課後練習 兩年下來 已經是社團裡能夠獨當贏面的一哥 哎呀 球都沒有帶好 不成功繼續練嗎 對啊 練多久 練到成功為止嗎 應該 我自己本身就喜歡運動 所以就想說中午可以下來運動一下 可以不用睡覺 他們想要第一次就練 然後就練起來了 所以就對花式足球開始有興趣了 他本來也都不會踢足球 他接觸了之後他就覺得很好玩 在練這個的時候 他會 就是很專心 他一定要把他練起來 可能一個招式 但是他可能一直練都一直練不起來 但是他就是一定要把他練起來 才可以放 他才會結束 明明換你了 壓軸 對 自稱新唐最厲害的花族玩家來了 第一次 沒有 第二次 沒有 阿妹妹在那邊 他要往後拖油 他要撞到你 沒有 失敗 你今天練的動作有練起來了嗎 呃 有 都有成功 只有LATW沒有成功 其他有成功 但是測驗沒過 覺得要繼續練起來 沒有 繼續努力就對了 所以不要 就是不能放棄 放棄就沒了 吳哲銘不只在校園帶同學玩花式足球 家中的兩個孩子 也是從小耳濡目染 跟著爸爸一起做高難度動作 他是 自己設定的目標 他就是一定要去執行 就是會自己給自己功課的人 然後可以說是很固執吧 他覺得對的事情 他就要一直做下去 就算 他說這個 很冷門 然後外界也不是很注重這個運動 也沒有什麼支援 對 他就是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另一半以行動支持 但自己的夫妻 卻一路反對到底 他自己皮在癢 我不贊成他這個啦 不可否認 我也是蠻佩服他 有這個毅力說 做這個事 老實講吃力不太好 DJC 親子花族環島 現在時間快要7點了 我們要去第一站 從學國小了 出發 堅持初中 繼續帶著滿腔熱情 2023年暑假 吳哲銘帶著孩子 父子倆一起環島 到國小校園 邀請大家一起進入花族世界 箱子裡面有什麼 就給同學的伴手禮 這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這是我女兒畫的圖 然後把它做成毛巾 還有我們的 裡面還有什麼 布條 最後拍大合照要用的 表演用的音響 一代式的音響 對 一個音箱 我借大家的雙手 我們先給小阿諾老師 熱烈的掌聲30秒 我們歡迎小阿諾老師 因為我原本在偏鄉頂庄國小服務 那那個學校後來連組 那種熱熱足球 都組不出來 那時候我也不會 我就跟著孩子一起學 然後跟孩子類似 亦是亦有吧 我們兩個程度差不多嘛 我們來比賽看誰先踢100下之類的 就這樣子慢慢的練起來 我覺得我自己 算是一個蠻笨的老師吧 我會覺得這是自己的宿命 因為我在國小階段 我的成績是後25% 我不愛讀書啊 對 所以我在 現在在教育現場的時候 我更能夠同理一些 學習低成就的孩子 但我覺得他們不應該被放棄 對啊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那一段 他們只是還沒有找到自己的亮點 所以我就是人家講的阿甘精神 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我就用我的腳 環島的話 剛好又可以帶著自己的孩子 去看看台灣各處不一樣的角落 那順便也再去推廣花式足球 我們繼續往下一個里程碑 繼續前進吧 下一站我們要去宜蘭的祖安國小 繞行台灣西部 他們從新莊的祖安國小 繼續前進 下一站 宜蘭投城 對啊 只能走北移啊 就九萬十八拐 沒錯 在宜蘭喔 你看 同學還幫我做了這個 這沒有拍好嗎 喔可以 六 第六鎖了 四度環島 他們在二十一所學校留下足跡 我們這一路大概騎了 一千一百五十公里 有夠勒 回頭天的黑豚 出學課板 哪了 我們到哪了 小安若的校園人生 不只在教室課堂忙碌 也因為花式足球更加精彩工夫 一二一二 你踢你的球 兩高 兩高 沒有 低 吳哲明 在2018年來到新唐國小 一直以來 總是憑著一股熱情 課後練習 外加假日補強 熱血老師投入大量時間 免費教花族 孩子因為好奇而加入社團 學校老師也是成員之一 我被他感動的是因為他 他放假日都會來 他的禮拜六 只要他有時間 家長能夠來 他就會來 他就會來到這邊 來跟大家一起練球 就在這一棵榮樹下 幾乎除了睡覺 教書之外 大部分的時間 他都是放在花竹上面 從偏鄉學校到大都會任教 吳哲明老師 以華式足球 建立起和孩子溝通的橋樑 讓快樂學習 有更多可能 而教育也跳脫課堂 發展出不同的思維面向 阿玲 妳好 加油 加油 一分鐘喔 加油 一分鐘要做起來才有 預備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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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沒出來喔 不要急 不要急 好 過 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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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你可以去收書包 整理你的東西 準備放學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哈囉 我是小阿諾老師 歡迎一起跟我加入花式足球的動態世界 小阿諾的花式足球課 以校園為舞台 繼續向外擴展 動作熟能生巧 進而自信展演 教育動起來 熱血老師身體力行 帶著孩子一起踏實主夢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今天的節目我們看到 台灣擁有得天獨厚的海洋生態 當潛水運動形成重要的休閒產業 安全專業與有效的管理 仍然是擁抱海洋 避免發生意外的最高指標 另外國曉老師吳哲明 用熱情引領孩子們愛上花式足球 也讓學生們從中找回自信 更多深度報導請您持續鎖定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林仙怡 我們再會 歡迎收看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